接着再来看到迅期将至 复理箱公所特别在今天是举办了 复理箱112年度防汛强险演习 而公所表示这三年间 是历经了918大地震 重创复理箱各地区 去年则是历经了豪雨冲刷台风的侵袭 部分的农露遭到毁坏 那么道路柔长寸断 而透过这次的防汛 能够再次加强熟练防灾的这个方式运用 来降低灾害以及确保生命安全 广播车不断地叮咛村民台风来了 不要外出的讯息 并且公所也马上设置了应变中心 向上表情严肃分配工作内容 这是复理箱113年度的防汛强险演习 把平日发现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在这个实物上来 实际上运作的一些问题 在这次防灾防汛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检讨 也可以在防灾防汛的时候来发挥出来 公所表示这三年间 历经了918大地震 重创了复理箱各地区传出灾情 去年则是历经豪雨冲刷 台风侵袭 部分地区农露遭到破坏 讯期间能够有效的因应对策 各村村长也都非常配合 因为地缘关系 每年防汛的时候 汛起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希望说透过公所的几半 让我们村民还有守望乡住队 能自主防灾 从发现我们的那个吸水暴涨开始 就从警戒收容撤离 透过公所的指导 让我们从让我们每个受讯的人 来这演习的人都能变成终止求援 这次演练目的就是要提升民众紧急应变能力 使政府相关防灾救灾体系 以及救灾单位熟悉全责 以及组织架构联合运作的机制 透过模拟各种情境 熟练各种救灾器材 以及救灾方式的运用 并且有效地来降低灾害损失 来确保村民乡民的生命安全 记者高双双不理箱采访报道